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身上你有很多很多的微生物 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把它培养出有这样的东西 就认为说它是造成我们皮肤疾病的元凶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院长观点 大家网络的一个讯息现在是五远福界 而且它扩散的一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所以大家听到尤其跟我们也没有关系的一个新闻报道的时候 或者是这一份的这样的内容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很紧张 我们长的青春痘或者在脸上我们竟然有那种 看到我们城满那一类的那样的一个虫 这个虫的一个形象不可能是我们感受到非常好的 很恐怖的那样的形象 钻在皮屑里面用皮屑当养分 用我们的皮脂当养分 继续在我们的一个皮肤 我们听了不是很害怕 然后它造成了一个青春痘 我们就想会不会我是这样的一个虫 所以绝对要用杀虫剂 去买一些什么杀虫剂来处理我们的颜面 大家不要那么样过度的恐慌 这个满虫基本上它只要是皮肤 尤其是颜面身上的皮肤 它都是会有存在的 所以它的存在一点点都不需要觉得惊讶 没有什么特别 只要是我们正常的状况之下 它不会造成影响 其实我们人本来就是身上你有很多很多的微生物 所以我们不要说我们把它培养出有这样的东西 就认为说它是造成我们皮肤疾病的元凶 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 认为我身上有虫 我皮肤有虫 那造成的心理的一个压力会非常大 再加上我就去买一些很贵的这些 含有杀虫剂的这个保养品等等 或者是药物 那个得不偿失 第一个根本没有必要 第二个 你这样用的一个结果也把我们正常 我们皮肤该有的一个生态给它破坏掉 所以根本是不需要 很少数很少数人 譬如说是免疫力低下的人 譬如说他在做化学治疗 或者是说他本身有一些免疫性疾病的人 这个有可能在我们本来平衡的 那样的一个生态里面 它这个满这一类的虫 它可能会增生的比较多一点 而造成一些影响 但是这个比例正常人根本你考虑都不考虑 就算是有这些问题的人 我们碰到的机会也是少之又少 所以不要把自己当成是 这个某一类药品的这个适用者 而且用了这些药以后 或者吃了这些药以后 对我们内在的生态平衡也会产生影响 所以我们不只是皮肤 有这样的一个微生物的一个生态 在我们的皮肤里面 我们的肠胃道也是有我们的益生菌 很多在我们的肠胃道 我们如果吃了很多的抗生素这类的药的时候 就把我们肠胃道里面的好的细菌给它杀掉 那坏的细菌就会增加 好人变少 坏人变多 这个社会就会动荡不安 人一样肠胃道的一个情形 也是需要这样子维持一个生态平衡 如果我们素食 我们的纤维素够的结果 这个好的菌 益生菌它会增加 坏的菌会减少 这个对我们身体当然会有帮忙 我们是要与大地共生息 我们要与细菌共生息 我们要与病毒共生息 这是一个生态 你要说唯我独尊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你住在无菌仓里面 里面通通都没有细菌 这个是有必要吗 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 我们本来就是跟细菌有一些互动 那这些互动跟外面的一些物质 有一些互动 才能够成就现在的我 我们会认知到这个其实无所谓 那个邻居 好邻居 就好像常会到有细菌 它会制造维拉命给我们 这是好邻居 那你没事把这个好邻居 给人家惹火干什么呢 我们的皮肤也是 正常的时候它会帮我们维持一个 恒定的一个酸碱值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没事用这些很强的 这些消毒的东西去的时候 这酸碱度平衡会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皮肤会变得更敏感 所以任何事情不要一样 道听途说 不是 不要一样 这个走 是 我